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记需提供两日内的PCR检测阴性报告 以台后也要进行深喉唾液筛检 后来有改了一开始 一开始是 昨天的班级 今天是谁要来接你 爸妈 三加四新制每周入境人数上限2.5万 要是民众抢不到返台名额恐得滞留国外 另外若后四天要返家需地方政府同意 限一人一户 但边境放宽新政策也可能衍生出防疫漏洞 开放亲友接送 像是入境者如果是未阴性 亲友接送时同车恐被感染 另外入境民众入防疫旅馆 后四天可外出卖生活必需品工作 但如果就请时间未回防疫旅馆 业者无功全力该怎么制止 恐怕还增加员工的工作量 边境松绑让民众出国返国更方便 只不过中央恐怕必须将指引细节定得更清楚 否则只会出现更多乱象 见了刘志展 李晴 杨宗燕 台北桃园报导